詳細帶來關心新聞焦點 蔡英文總統下令立法院臨時會拼法案反年改團體揚眼抗爭 山東林儀式石化廠昨天晚上發生八連爆 民眾不幸官方說的只有八死九傷 多個國家宣布跟卡達斷交 土耳其當核社佬呼籲通話 國研院正式開發雲端資安工房平台提升台灣資安的防護力 更詳細新聞內容請鎖定新童人亞太晚接八點禁聞